主席,我們請蔣部長,經濟部審常次長,常務次長 好,請蔣部長還有經濟部審次長 然後農委會黃副主委 農委會黃副主委 委員好 部長長 今天我們之所以會有這個討論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的主農委會的主委 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講出了就是台灣沒有這個能耐去不開放這個瘦肉精的美豬 這個問題 那其實這個應該是屬於經貿的談判 那應該是由經濟部來主責 那其實我們其實也不太了解說這個 就是農委會的主委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為什麼要說出這樣的話 搶著發言來告訴大家台灣的底牌 就是還沒有進到這個最後的一個經貿談判的階段 就來透露出說我們可能會開放這個瘦肉精美豬的這個立場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的發言其實有一點不妥啦 那其實以時代力量跟本席的一個立場 其實我們之前都講得非常清楚了 國人的健康是我們的首先的第一個考量 就是進口的這個美豬是不能含有瘦肉精的 在沒有科學的證據可以消除我們國人的這個疑慮之前 我們沒有改變這個立場的理由 那我想請問一下衛福部經濟部跟農委會 你們支不支持就是零檢出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對豬肉我們當然是支持的 好那經濟部 一樣謝謝 也是支持 好那農委會 我也是支持啦目前還是牛豬分離 牛豬分離 好所以現在目前我們三個單位其實都很清楚的就是支持 是零檢出的這樣的一個政策看法 那我今天其實看到三個部會所做的這個報告 其實農委會是比較清楚的去做出這個 就是美豬瘦肉精的這個進口的這個負面的影響 那衛福部跟經濟部的報告其實比較沒有點到重點 那其實食安的問題跟健康問題是國人最重視 那也是我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請問衛福部 關於美豬的風險評估 衛福部這邊有沒有做過相關的一個評估的報告 沒有做 因為它目前不是一個議題 它沒有開放 所以不需要做風險評估 好那 部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說 在美國它有做一份就是2016年外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 這份報告裡面它有明確去指出說 台灣沒有訂定出萊克多巴胺的零檢出政策的科學評估報告 那它會要求台灣依據科學證據去制定 瘦肉精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標準 也就是說美國它會要求台灣做這件事情 那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美豬這議題不是首一次來討論 從之前要開放美牛的時候就開始討論了 那最後是牛豬分離 那其實再怎麼樣遲鈍的一個政府也知道說 美國遲早有一天會來要求台灣 要開放這個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但是這幾年來為什麼都不去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跟一個就是評估的部分 因為我剛說過這個在目前在政策上是沒有開放的 沒有開放就沒有任何風險上面的議題存在 所以不需要最多風險民估 那當然我們在衛福部在不管在邊境上面 在後市場調查上面 我們都有去調查目前的牛肉豬肉 它含有瘦肉精的這些情況 這我們持續在調查的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你們也不會預先去做好 就是未來有可能在其他國家 他要對我們提出這樣要求的時候 我們的事先準備我們都不需要去做 這個應該不是衛福部主要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應該要建議哪一個部會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要的是科學證據 因為美國他現在要求就是我們要有科學證據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這個 有含有瘦肉精的美豬來進口 他要科學 那如果要科學 我們應該是去考慮人體的問題 那以及就是我們健康的一個影響 那如果這不是衛福部該做的事情 我們哪個不會應該來做的事情 如果整個政府的政策從上面下來說要做 那我們衛福部就可以做 但是以衛福部保障國人健康的立場 目前這不是一個議題 所以不需要做 好 所以你們認為說 就是之前炒過的問題到現在不是一個議題 好 那我再來就要問說 今天國衛院有做一份報告喔 那其實在最後面的一個結論是說 這是針對美牛啦 那美牛他最後的一句話是說 就是他做完這份報告是說 他衍生的這個瘦肉精的美牛 對我們健康的一個風險喔 其實是微乎其微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針對這句話的意思啊 是說瘦肉精美牛 對我們的人體是無害的 這樣的解釋是通的嗎 對對對美牛目前這樣子允許的殘油量 這個對人體健康危害 那個當然我們有做過相關的這個研究 那所以國衛院講的我們是同意的 所以是同意他喔 那好如果今天這個報告裡面喔 因為我看到是國衛院的 就是一個加護調查 就是說瘦肉精美牛對人體無害 那萬一如果未來 美國用這一份報告 來質疑我們美豬的政策 他就說欸那美牛都沒有問題啊 那美豬現在這樣子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是美國拿這來質疑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不可能用這樣來衍生的 牛肉的問題跟豬肉是兩個事情 攝氏量不同 噴調的方式不同 種種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美牛去推演到豬肉 對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個91個加護啊 這個調查喔 這個樣本數是足夠的嗎 呃我 國衛院呢 那個 呃我們看到的結果是 91個調查其實可以再增加一點 那那個最大的問題是說 呃我們看到的那個風險量 其實在牛方面 其實是 呃我剛才說的是 Codex的標準的三萬分之一 所以那個那個風險其實離的還有一點距離 好 那國衛院你們也只針對美牛去做 那美豬的部分也是還沒有開始進行嗎 沒有沒有 如剛才部長說的沒有開始進行 好 其實今天呢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喔 我覺得 呃 時代力量跟本期是堅決是 呃 美豬的售肉精的領檢出這個 政策的一個方向 然後 但是我其實其實今天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要提醒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進口售肉精美豬這個事情喔 當然對於台灣的豬農的一個影響非常大 這對台灣的豬農的一個經濟影響當然非常大 但是對於美國它對台灣的整個經濟的一個利益它的影響其實有限的 即使我們未來開放了售肉精的美豬進口之後 其實我們在這個美豬上面的這個佔兩國的貿易有上面其實比例還是沒有非常高 但是這是美國敲開我們食安防線的第一道的一個程序 也就是說 呃我剛剛所說的這個2016年的外國 呃貿易障礙評估報告這份報告裡面喔 他提到台灣的這個部分喔 光涉及食安就佔了一半的篇幅 那這裡面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瘦肉精美豬之外 他還有以下幾項 第一個是他要求台灣全面開放美牛 也就是現在的牛渣跟內臟他要求 就是可以就是進口 那第二個就是要求台灣放寬農藥的一個殘留標準 那之前有很多是零檢出的 他開了一個清單 那要求這一些就是訂定一個殘留的標準 那第三項是他要求台灣去開放 喔基改的一個作物跟食品 好所以其實美國人他非常的清楚說 喔台灣人習慣吃溫體豬肉 其實你開放了瘦肉精的美豬進口 其實對他們實質利益不是很大 但是呢一旦過了這一關之後 好他可能就可以要求我們的政府 做更多更多政策的開放 好那我們的食安的問題就越來越難把關 那我想我們今天會討論這個問題 是覺得說這個準農委會主委他認為說 我們擋不住這個政策 有可能原因是因為TPP 好那我就要請問一下經濟部喔 有人說美豬是TPP的頭期款 又有人說他是一張入場券 那就你們長期的這個經貿談判的一個經驗喔 如果說我們開放瘦肉精美豬 真的有可能提高我們加入TPP的可能性嗎 報告一下這個TPP是一個涵蓋多元議題的一個協定 那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 應該要符合國際的一個規範中其中的一項的要求 那美豬呢是食品安全議題裡面的其中之一 那美國呢也多次呢透過管道來向我方表達關切 但是呢我國還是一樣秉持於食品安全為優先立場 然後來落實風險評估跟風險國通的一個程序 這是本部的原則 所以你有回答說我們有加入 如果因為開放這個瘦肉精美豬的話 有更可能加入TPP嗎 還是說你認為你評估說我們未來四年喔 台灣加入TPP的機率有多高 這個加入TPP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我們現在大概呢就是先去做這些所謂法規的盤田 跟國內產業的風險的評估到最後跟社會溝通 這一步一步都現在正在努力中 OK好那還是沒有正面的回答我的問題啦 好那最後其實我還是要講啦 其實剛剛也講的部長也有講的是六治真言 然後就是我們當時候2012年最後的這草言的共識 就是牛豬要分離然後強制標示內臟要排除這一些 那我相信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喔還是不能忽略我們食安最重要的問題 以及產業的影響跟整個政策的一個連續性 然後那我相信我們台灣人吃豬肉的這一個 的這個攝取量是比牛肉來的多上很多的喔 那在這一塊未來不管是衛福部農委會或經濟部喔 在做任何政策考量的時候都要更加的謹慎 好我們謝謝